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已经学完了第二册有关算法与程序设计的新课内容 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进入系统复习阶段 第六单元 信息编码与信息处理系统 主要对应的是第一册教材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相关的内容 分五节课完成 第一课是关于信息编码基础 将重点回顾信息数字化及净位基数字 第二第三课将重点回顾字符 图像 声音等信息的编码方法 第四课是关于信息压缩的内容 第五课是关于信息处理系统的内容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关于复习 先给同学们提几点复习建议 一 别急着刷题 对所学的知识进行系统梳理 二 请思考 多问几个为什么 搞清楚知识间的逻辑关系 三 多实践 多应用 四 学会需要掌握的方法 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 好 开始今天第一课 信息编码基础的复习 先回顾一下课程内容 梳理一下本课的内容要点 我们一起来重温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信息的数字化 信息为什么要数字化 如何以二进字表示和存储信息呢 为什么又需要使用16进字 净位基数字有哪些要素 不同数字之间如何进行转换呢 今天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和要点展开复习 一 信息数字化 二 进位基数字 三 数字转换 复习回顾一 信息数字化 大家还记得什么是信息的数字化吗 老师我记得 把各种形式的信息 转换为二进字数形式的过程 就是信息的数字化 正确 如文字声音图像等 多种媒体表述的各种形式的信息 转化为二进字数 形式的过程 就是信息的数字化 老师 信息为什么需要数字化呢 哦 信息的数字化 是现实世界中 各种形式的信息 能被计算机处理的基础 下面老师检验一下大家 有没有对信息的数字化 有正确的理解 请看这道题 以下不属于信息数字化过程的诗 请小雅同学来回答 老师 我选B 对吗 对 那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因为信息数字化是把各种形式的信息 转化为二进字数形式的过程 而B选项 用画图软件裁剪照片 此照片已是二进字数形式了 没有转化这个过程的 回答正确 信息的数字化过程 需体现信息形式 转化为二进字数形式的过程 这点同学们希望注意哦 如何以二进字表示和存储信息呢 老师 我只知道计算机内部采用二进字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好的 我来解释一下 生活中很多问题 都可以适合是否对错来判断 契合计算机程序中的逻辑判断 true和false 可以将电路中的 有电流或没电流 约定为用符号 1或0来表示 此外 电压的高和低 电容的充电和放电状态 都可以用1或0来表示 1或0容易对应 电子元器件的工作状态 那如果用0表示没电状态 用1表示有电状态 一个二进字为0或1 就是一个比特 也就是bit bit用作单位时 通常简写成小写b 它就是计算机内表示信息的 最小单位 那如果有更多的电路 它们一颗表示的二进字位之间 有怎样的数量关系呢 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个动画 找一找电路数量 一颗表示的二进字位之间的关系 好 小达同学 给大家说一说吧 嗯 好的 我看懂了 如果用两路电流信号 对应两个二进字位 能表示四种状态 用二进字数表示就是00到11 对应存储十进字数就是0到3 用四路电流信号 对应四个二进字位 能表示16种状态 用二进字数表示就是00到1111 对应存储十进字数就是0到15 用八路电流信号 对应八个二进字位 能表示256种状态 用二进字数表示就是8个0到8个1 对应存储十进字数就是0到255 说得很好 老师这里再补充一下 计算机中 每八个bit就组成了一个字节 也就是byte 通常简写成大写b 记住一个字节等于八个bit 计算机内就是使用类似的机制 处理转成二进字后的信息 成为人们信息处理的有效工具 老师 我们还学习过16进字 那为什么还需要使用16进字呢 哦 这是由于用二进字数表示信息时 位数较多 1100 0100 1110 0011 这个二进字数 同学们你们都来试试 想要记住它是不是更困难啊 信息用二进字数表示比较冗长 那如果把它转成16进字数 C4E3 是不是一下就记住它了呢 所以单从这点上看 是不是就发现了需要16进字的原因啊 16进字相对于二进字 对于人类来说 还是比较好理解记忆的 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如果把这个二进字数存储在计算机中 占几个bit 等于多少个字节byte呢 请小岳同学来回答 老师 我知道 因为这个二进字数有16位 所以占16个比特 又因为8个比特为一个字节 所以等于两个字节 正确 那如果存储这个数对应的16进字数 C4E3 又要占几个bit 等于多少个byte字节呢 我们请小雅同学来回答 老师 这题我会 因为在计算机中 内部存储的信息只能是二进字数形式 这个16进字数存储时 就是上面这串二进字数 所以和上题答案是一样的 占16个bit等于两个字节 正确 老师这里再强调一下 存储在计算机中的信息 只能是它的二进字数形式 同时要注意区分 byte一bit 也就是一个字节 等于八位二进字位 复习回顾二 净位技术字 净位技术字 是指按净位的方法进行技术 它有三要素 数位 激素 和位权 在十进字技术系统中 每个数位上 有0到9 10个数码 在不同的数位上 同一个数码 表示的值是不一样的 数位越高 数值越大 每一个数位 都对应一个固定值 决定了某个数码 在该数位上表示的值 这个固定值成为位权 整数部分右起第一位 它的位权 是10的0次方 等于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位 又起第二位 位权是10的1次方 等于1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0位 又起第三位 位权 是10的2次方 等于10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百位 以此类推 那么整数部分右起 第i位上的位权 就是10的i减1次方 在二进制技术系统中 每个数位上 只有0和1 两个数码 整数部分右起 第一位上的位权 是2的0次方 第二位上的位权 是2的1次方 第三位的位权 是2的2次方 第四位上的位权 是2的3次方 以此类推 整数部分右起 第i位上的位权 就是2的i减1次方 在16进制技术系统中 它的每个数位上的数码 就比较多了 有16个 分别是0到9 A到F 整数部分右起 第一位上的位权 是16的0次方 第二位上的位权 是16的1次方 以此类推 整数部分右起 第i位上的位权 就是16的i减1次方 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数码 A到F 分别表示 是进制数 10到15 这个同学们要注意哦 现在 请同学们归纳整理一下 这三种进制的特点吧 小达同学 你来说一说 你是怎么整理的 我从数码 基数 进位规则 以及位权 四个方面 进行整理的 十进制 数码 0到9 十个数码 所以基数十 进位规则 逢十进一 整数部分位权 右起第 i位是10的i减1次方 二进制 数码 0和1 两个数码 所以基数2 进位规则 逢2进一 整数部分位权 右起第 i位是2的i减1次方 16进制 数码 0到9 即ABCDEF 16个数码 所以基数16 进位规则 逢16进一 整数部分位权 右起第 i位16的i减1次方 嗯 这样整理 很清楚 老师强调两点 整数部分位权 注意方向 是右起 还有16进制 的数码 A到F 它们分别表示的数 请同学们要注意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二进制数 与十进制数的递增 来感受一下 它们的特点 再来看一下 以16进制数的对比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三种进制中 多有 1 0 而各个进制中的 这个10 表示多少呢 我们也不能多叫它10 因为10 是在10进制中的 我们一起来比一比 这三种进制中 10的内涵吧 老师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这三个数 尽管右起第二位上的数码相同 都是1 但因为它们所在数位的位权不同 2进制右起第二位上的位权 是2的一次方 所以表示10进制数2 10进制右起第二位上的位权 是10的一次方 所以表示10进制数10 16进制右起第二位上的位权 是16的一次方 所以表示10进制数16 回答正确 尽管它们都写成了10 但在不同进制里表示了不同的值 为了区分一个数所在的进制 所以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还应注意书写规范 为了区分 静位技术制 有两种不同的书写方法 一种是 括号外面加数字下标的方法 另一种是 加上进制后缀的方法 如10进制用括号下标10或大写B 2进制用括号下标2或大写B 16进制用括号下标16或大写H 而10进制括号下标10或大写D经常省略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道题吧 以下关于16进制数的描述中正确的10 我们请小玉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选D选项 A选项 位全应该是随位数的变化而变化 不是固定不变的 B选项 16进制数 C应该是10进制数12 C选项 不同进制和表示的数值范围 应该是相同的 正确 错误的原因也分析得非常清楚 复习回顾3 数字转换 10进制数 转2进制数 方法1 除以2取1 逆须排列 如10进制数11转成2进制数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把11除以2得到3 再得到一个余数 1 然后不断的用商去除2取鱼 当商为0时就结束 这样就形成了一串0和1的余数序列 我们把这串余数序列密序排列 就形成了1011这个二进制数 所以11转成二进制数 就是1011 老师 那10进制数转16进制数 是不是也可以采用类似这样 除以16取余 密序排列的方法呢 你好会思考啊 当然可以 老师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如10进制数65转16进制数 怎么转呢 我们也采取类似的方法 把65除以16 上4于1 再把4除以16 上0于4 这样把这个余数序列 密序排列 就是41 所以10进制数65转成16进制数 就是41 老师 我还发现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把10进制数转成任意进制数的 转2进制数除以2取余 转16进制数 就是除以16取余 若转8进制的话 就是除以8取余了 好棒 确实是这样的 数字转换 其实很有意思吧 10进制数转2进制数 我们还可以采取第二种方法 按2进制位权 拆分 例如109转成二进制数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第一步 列出二进制数 每一位上的位权 当然这一步 不一定要一一列出来 最好记住它们 第二步 把十进制数 109拆分成 二进制数 各数位上的位权相加 也就是 109拆成 64加32加8加4加1 第三步 列出 各位权与数位的 对应关系 这样 十进制数 二进制数 转十进制数 我们可以采用 数码与位权 相乘后相加的方法 例如 二进制数 1100 0101 转成十进制数 怎么转呢 我们这样来做 第一步 把这个二进制数 每个数位上的位权 列出来 第二步 把有一的数位 各个位权 乘一相加 第三步 求和 就得到了 197 所以 二进制数 1100 0101 转成十进制数 就是197 记住了 二进制数 各数位上的位权 对于实现 二进制数 与十进制数 之间的互相转换 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再一起来练一练 第一题 把1010 110 2进制数 转成十进制数 第二题 把十进制数 132 转成2进制数 第一题 第一题 答案 173 第二题 1000 0100 同学们发现了没有 记住了这个 二进制数 各个数位上的位权 解题 是不是很快啊 三 二进制数 转十六进制数 方法 从低位向高位 每四位二进制数 对应一位十六进制数 如二进制数 110 110 转成十六进制数 怎么转呢 我们这样来做 第一步 从低位向高位 每四位进行分割 第二步 要记住四位二进制数 与一位十六进制数的 对应关系 第三步 把四位二进制数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 写出来 当110 三位 不足四位的时候 我们前面补零 补足四位 所以 110 110 110 转成十六进制数 就是6D 那么 十六进制数 转二进制数 方法 正好 反过来 每一位十六进制数 对应四位二进制数 例如 十六进制数 A0 转成二进制数 是多少呢 我们就这样来做 第一步 把一位十六进制数 以四位二进制数的 对应 牢牢的记住了 这样 我们就能很快的 写出它们之间的 对应值 十六进制数 0 对应 四位二进制数 就是 00000 十六进制数 A 对应 就是 1010 转换结果为 1010 0000 同学们注意啊 十六进制数 互换 也是很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一起 再来练习一下 第一题 正确答案 B 0 A 1 第二题 1010 1010 00000 1101 大家注意 第二小题 最高位5 应该对应的是 四位二进制数 0101 最高位的0 可以省略不小 第二位0 要对应四位二进制数 应该是四个0 也要注意 好 对今天的课堂复习 做一个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复习 同学们对以下几点 再做进一步的梳理 需要理解的概念有 1 信息的数字化 2 二进制数 Bit 与字节 Bite 3 数位 数码 基数 和位权 厘清这样几个关系 1 信息数字化 与二进制 计算机的关系 2 Bit 与Bite 的关系 3 位权与数位 数码 基数的关系 同时对 二进制数 与十进制数 之间的互换 以及 二进制数 与十六进制数 之间的互换 对于这些的互换方法 希望能够 进一步的巩固 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复习 有没有对信息数字化 以及 静微基数 制相关的内容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呢 希望同学们课后 能针对本课 需要理解的概念 需要理清的关系 需要学会的方法 再进行 进一步 复习和巩固 如发现有疑问 大家能够积极的 思考和讨论 今天的授课 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买 我们下节课 请不吝点赞 订习 订书 teet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